寶可夢歷經這麼多代 每一代都會有各自不同的開場以及特色 但是每一種特點 對於每個人喜歡程度 都有一點不一樣 可能只會吸引到喜歡寶可夢的玩家 也有可能會吸引到 沒玩過系列作的玩家 這次製作團隊 把整個眼光放得更遠 直接來個直播組類型的道館館組起訴 不管你是因為他退坑還是入坑 確定都讓寶可夢阻止 在當時釋出這部預告片 引發巨大的聲浪 哈囉,我是SK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年初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 我們曾經都把寶可夢系列大改變的 古代風格阿爾宙斯給打完了 幾天再後 竟然是年後又跑出一個現代版的珠子 重點是當時許多人都有留意到的問題 這次珠子似乎也有大量的改革 例如先前寶可夢會一致太多 搞到會有微歐或是重複性的問題 這次珠子則是增加了Let's Go的自動戰鬥來排除 但這個功能這樣子用 也變成兩極化的開端 這次照慣例 資訊相當的龐大 我一樣統整了這次預告片 還有媒體有提到的內容 你要是本來是有考慮 或是怕漏掉有什麼資訊的朋友 都歡迎可以看這部影片 看完覺得不錯 口條也還可以 都不妨可以幫我點個讚、訂閱下去 這樣對了解我們都是一個很不錯的開始 第一,系列主題 如果你是老粉絲的觀眾朋友 多少都會知道寶可夢系列 一定會有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會依據時代背景 或是地圖的原型來去改變 像這次寶可夢珠子就是第九世代的奏品 地圖名稱叫做帕迪亞地區 原型取之於真實世界的伊比利半島 在這個島上 其實最值得留意到的就是 珠子的學校、建築就有特別設計過 雖然我自己沒有去過西班牙 但既然又跟大家講到文化 一定要讓大家知道 西班牙最棒的一個景點 那就是聖家族大教堂 它的外型就跟這次帕迪亞地區最大的桌台式 裡面的古老學校超級像 只是學校的外觀做了一點改變 中間多了一顆精靈球 據說學校裡面也是沒有年齡限制 有年輕的學生也有老學生 因為他們的課程都跟寶可夢有關聯 有時候還會跟寶可夢一起上課 所以老少型都可以學 也會因為版本不同 上的是YouTube學校或是Twitch學校 沒有啦 這叫橘子學校或是葡萄學校才對 再將這次除了建築風格以外 看得出來製作團隊有特別留意到 我們的時事很喜歡V這個特點 把奇數這個角色加入到遊戲裡面 而且是為了這個角色 釋出一部預告面出來 造成很大的轟動喔 奇數這個角色 算是佐證了官方有留到時事以外 我們以往玩寶可夢系列 對外觀也是很注重的 因為以前的角色都只能改個髮型 換個膚色之類的 這時候來介紹我們的第二角色外觀 我們的外觀跟以往一樣 初期就可以捏一個角色出來 不過珠子在外觀的呈現 比前幾座增加更多的細節 讓我們調整 例如你的臉要不要雀斑 或是你的眼睛帽要多優秀之類的 在這次的珠子都有不少的提升 然後額外的裝飾品 這次也是有特別的變化 例如背包、衣服或是手機外殼 要不要戴帽子 這些都可以讓你自定義自己的穿搭 再將等到我們捏好之後 也可以跟遊戲裡面的角色拍照 例如你喜歡哪一隻寶可夢 或是哪一個道館館主 都可以找他們進行合照 所以我看齊樹到時候應該會被追殺了吧 當然啦 外觀重點是一點以外 我覺得遊戲的內容豐富度 才是玩家滯留多久的主要因素 這部分我們最初時就可以先了解 第三 開放世界的地圖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今年初的阿爾宙斯地圖 就是打著無縫接軌的地圖 讓我們可以在遊戲裡面 趴趴走 不但少了城鎮與城鎮之間的讀取 還把他們全部合併了 變成一張超大的地圖 這隻豬子是有把這點繼續沿用 更進化的部分 是現代回春 或者是出入皮的城鎮 是完全不需要讀取的 唯獨一些挑戰 會幫你傳到另一張地圖 這點就比較有可能是小幅的讀取 比例據說是差不多8比2 或是9比1左右 我是覺得這對寶可夢這款遊戲來說 已經是進化不少了 而且這次主打開放世界 你會見到各式各樣不同的地圖類型 例如沙漠、雪山、森林 或是沿海地區 都會在遊戲裡面見到 只是因為地圖很大 所以看我們玩家買的是哪一個版本 你就會有兩種不同的座席可以做 這隻傳說座起來 不管是上天或是下海 都是一隻打天下喔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紫色的米勒頓 因為我內西亞有部分還蠻8加9的 小時候騎上摩托車 還會特別吹兩下 如果可以讓我選的話 火爆幫梅洛克的電子花車 我也覺得很瞎趴 然後這次地圖的部分 除了主線的三大故事以外 還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野外要素 讓我們探索 例如野生訓練家、野生道具 或是野生寶可夢等 其中比較值得提到的是野生道具 因為這次是開放世界的關係 怕玩家在地圖上找不到野生道具 所以就會特別在道具身上增加光圖 好啦,每個人在探索的時候 可以留意到這邊有東西可以撿 才不會一個人沒有溜蛇 不小心錯過什麼好東西 那因為地圖很大 所以會有第四,寶可夢 來來豐富地圖 肯定是不可或缺的 在野外我們會看到 各式各樣不同的寶可夢 他們會依據屬性或特性 去改變在哪一張地圖 那為了要改善之前 阿爾宙斯寶可夢在同一區太多了 導致會有圍毆 或是打到最後覺得很膩 然後很重複的狀況 阻止在這部分的改變就是 我們在身上可以隨時配一個寶可夢 作為水桶冒險 最大的用處就是可以使用Let's Go 來達到兩個不讓你這麼累的系統 例如你在外面看到野生寶可夢 就可以派水桶出去靠他 這對遇到一狗票寶可夢的時候 Let's Go就會變得比較不無聊 也解膩 可是這個系統雖然很方便 但他拿到的經驗 不會比你直接戰鬥還要高 再加上這個模式 是不能抓寶可夢的 這兩點倒是要特別留意到 另外一個功能就是 在野外會有不少的素材可以撿 你可以利用Let's Go 請寶可夢幫你撿這些東西 然後我覺得有一點要特別留意到的就是 這次珠子是有兩個版本 以往雙版本的系列作 都一定會有版本限定的寶可夢 這次比較有可能是版本限定的就是 紙版會是蒼顏任鬼 珠版會是紅蓮凱琪 他們的設計概念很像 但是又有各自不同的攻擊方式 還有外型 不過雖然叫做版本限定 你要是想要另外一個版本的寶可夢 可以直接跟別人交換就好了 並不一定要直接買哪個版本 而且重點是 寶可夢是可以換的 我們學校跟博士也會因為版本不同 人也不一樣 例如珠是女博士 紫是男博士 總不可能叫博士硬塞到精靈球裡面 你要跟人家交換吧 你想要 人家搞不好也不想要 所以也有不少朋友 會希望有女博士選住 寶可夢跟人家換就好了 除了版本限定 也是有增加區域限定 除了區域限定 指的就是寶可夢都一定會有一個既定的外貌 但是到了珠子的某一個地區 會長得不一樣 叫做區域限定 像這次的烏波 就是會有帕迪亞地區會有的類型 不過這種都還算是顏色改變而已 外觀沒什麼大改 我就覺得還好 那講到寶可夢又提到實用性的話 這次珠子 確實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 第五 太金化 這次太金化是珠子的一大特色 除了整個外貌會不同以外 在對戰的時候 也是改變我們策略的一小部分 因為當你執行太金化 寶可夢的屬性會因此改變 例如你原本是水屬性 人家想要用英隊的屬性靠你 這時候你就可以丟掉太金珠 讓寶可夢的屬性因此轉換 整個戰局或許也會直接扭轉 每次太金化會依據你抓到的寶可夢不太一樣 全看機率來去決定太金屬性這件事情 這個功能的增加 同時也讓我們玩家 不能只用屬性相克的概念去玩遊戲 而是隨時隨地都要留意到敵人 換了什麼屬性上來 那一部排除會不會變成 對戰的時候隨時隨地都要狂切寶可夢 雖然玩過系列之後應該會很習慣 但對新玩家來說 可能會變成一個詬病的小問題 而且太金化也是有能量限制的 如果真的有少的話或是不足 就必須要去把它充能到滿 才可以執行太金化 講到不錯 就必須要提到這次的寶可夢中心 是室內跟室外都可以見得到 比較像是你出去外面冒險 走一走 突然有一個中繼站可以好好休息 讓你可以補充一些物資 例如你在友好商店買不羈品 或是你現在不知道要做什麼 就可以在寶可夢中心問問看 服務員都會給你一些建議 再加上你在外面打寶可夢 或是解鎖劇情 都會拿到點數跟掉落物 這兩樣的奇異作用 就是可以讓你在寶可夢中心學習招式 越多素材 你能夠學到的招式就會越多 等到你身上的寶可夢 越多招式 就越能夠運用到第六 經典對戰 寶可夢珠子 這次主線分成三大類 其一就是要讓我們當上寶可夢大師 打遍所有的館主拿到徽章 最終得到冠軍 那不管是野外訓練家還是道館 要拿徽章或是訓練等級 戰鬥肯定是免不了的 要進入戰鬥 同樣也是直接把精靈球 往怪物身上砸 就可以進入原本的戰鬥 珠子的戰鬥跟阿爾洲是不一樣 先前的ATB系統不見了 也變成早期經典版的戰鬥模式 戰鬥的介面變得很乾淨 但也很陽春 選項共有戰鬥、寶可夢、包包、落跑四種 如果你打開戰鬥的選項 裡面會有技能讓我們去選 同樣是根據屬性來去決定 你想要派出的寶可夢 比較值得注意到的就是 可以利用各種道具 來讓寶可夢有各種不同的戰鬥模式 例如這次 就有人在太極模式之下 用了老千骰子 讓寶可夢一輪打好幾次 直接把敵人給靠爆 只是我覺得很靠賽 才可以跟畫面一樣 一次就把人家給幹翻 最主要是這段畫面 也是漸漸驗證了 你在對戰的時候太精化 不會綁定不能使用道具這一點 這部分是最需要留意的重點 然後既然是丟球進入戰鬥 這次依據有玩過的媒體 你還是可以從背後直接丟球過去 打到偷襲的效果 好處就是 你可以得到先行一回的權益 所以如果你是有真的遇到野生強力怪物 又想抓的話 這一點倒是蠻值得善用一下 當然有時候遇到比較強力的寶可夢 還是會希望有一個 可以增加自身道具或是額外的buff 所以第七 野餐系統 我覺得在珠子裡面 是一個很不錯的功能 這一個功能最主要就是 我們可以跟寶可夢進行互動 其中有一個互動就是 可以讓你用各式各樣的食材 自成三明治給你的寶可夢吃 雖然官方沒有特別提到這一點 但看起來似乎會依據好吃的程度 來去提升所謂的親密度 然後buff的部分 就目前官方的資訊看下來 雖然只有講會提升捕捉力 還有提升經驗值 但實際上右上角有顯示 你的戰力也會有所提升 而且在野餐的過程裡面 寶可夢也會玩到身體很髒 這時候就可以幫他們洗得乾乾淨淨 所以偏女性的寶可夢 那個皮不知道會不會被洗到破掉 而且這次珠子也確實增加許多 你可以跟寶可夢進行親密互動的事情 比如說日落之後可以聽到電鍍挖肚子餓的聲音 或是你也可以跟他們拍照 跑步打球 也是這次珠子裡面的特點之一 我自己是覺得光是寶可夢可以變成 跟隨的寵物就很讚 完全是實現我小時候玩神奇寶貝 超想要把皮卡丘換掉的夢想 只是剛剛提到的那些野餐buff 算是遊戲裡面比較普遍的 有些更稀有的素材 我們就要去收集才會有 不過這點我不太確定 我是覺得以往遊戲都會有這個機制 這次應該是利用這個系統去增加野餐的buff 各位也可以先聽聽就好了 因為珠子的三大主線之一 傳說之路 就是專門為了選擇珍貴素材才會出發 遊戲中我們會遇到各式各樣不同的NPC 其中有一位學長叫做派帕 他是一個不擅長寶可夢戰鬥的人 所以會希望你可以幫忙找珍貴的素材 這個素材要取得也沒有這麼容易 因為會被一個叫做寶主的寶可夢給守護住 我個人是猜測啦 寶主應該會跟以前的阿爾宗斯裡面的王或是女王一樣 是比較特殊的寶可夢 然後身體很龐大 攻擊比較強 類似BOSS之類的存在 已經有收到媒體先行的國外媒體 有特別講這隻 是比較偏難打很多的怪物 所以簡單來說 是不是收集食材的其中一項 要進到遊戲裡面才會知道 那其實這樣看下來 不管是地圖 寶可夢還是戰鬥 通通都很值得大家去留意 只是在前一款遊戲 我覺得很可惜的其中一個敗筆 那就是第八 跟好友連線的機制 先前阿爾宗斯整個玩法 我就覺得不錯 但是不能跟朋友一起冒險 我就覺得超級可惜 可是這次珠子就不一樣囉 如果你是有親朋好友 想要一起玩的話 就可以善用寶可入可戰 它這裡就會有許多的功能 有寶可夢交換 或是跟朋友對戰 要不然就是可以一起同樂的聯盟集友圈 都是可以在寶可入可戰一次搞定 讓許多人加入到你這邊同樂 來一場多倫運動 現在多倫合作 比較值得提到的就是 泰晶團體戰 這次團體戰也是採用比較自由的玩法 不會是那種 誰還沒有按 要等人出招的機制 它是只要換你的 你就丟招就對了 比較需要留意到的就是 你必須派出 理想的那隻寶可夢 去克制現在遇到的這隻敵人 但是因為是泰晶團體戰 所以屆時會變成什麼樣的泰晶屬性 誰要去扛 誰要去幫補之類的 或者是誰要在戰場上放聲援 幫場上所有寶可夢增加額外的BUFF 讓他們變得更強 或是防禦力加高 這都是團體戰需要留意到的策略之一 然後主線還有最後一項要講的就是 第九星塵之路 星塵之路聽起來好像很威喔 很偉大的事情 但實際上它的任務內容 是我們要去搞定那些反派 因為寶可夢系列都一定會有壞人 有一些是組織 有一些是個人 這次諸子的反派就是天心隊 他們在學校裡面是專門製造麻煩的組織 預告片裡面釋出的火棒班 就是參考了暴走族去設計的 比較小的小弟小妹們 都會戴上安全帽 還有點屁屁的樣子 然後火棒班的老大是梅洛可 看起來就是一個拿著仙機球的恰伯伯 呵呵 蠻值得留意到的重點就是 他下面那一台車 似乎不是車 聽說是寶可夢 先行媒體也有特別提到 這個BOSS強度是一遇到 就會先翻車的那種程度 所以真的要打的話 可能要先做好準備才可以 不過我覺得暴走族 只是凸顯了火棒班的特色而已 其他棒班應該會有更多不一樣的外貌 要不然只是強調暴走族 這樣真的會有點單調 有點可惜 那麼最後我們來聊聊第10 特點 這次不同地區購買的特點不太一樣 比如說在加勒服 會有運動背包的外觀造型 某某購物買的話會有冒險組合 PC Home的話會有精靈球10顆 跟安撫之靈一顆 所以其實就是看哪一個對你來說是最好的 我也不太清楚 為什麼不同的網站給的東西都不一樣 假設你的Switch伺服器是香港的話 你的序號就同意會是冒險組合 我覺得對前期來說是一個不錯的補給品 也是我自己覺得 裡面的特點比較好的一個 所以再怎樣 我都還是會買數位版 那同樣香港的實體 或是網路電商購買 也會提供各式各樣不同的特點給玩家 雖然實體的特點看起來好像都蠻鳥的 但其實如果你有預購的話 還會再多送一個皮卡丘 還有御三家的特別卡片 這張似乎是每家限定 數位版也沒有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要的話 就要早點預購 後面去的話 或許就沒有這張卡片 然後實體裡面也會有購買的特點序號 可以先拿100顆的精靈球 這個序號也會有兩組 直接讓你砸到爽 那不管是數位還是實體 只要你是有預購的話 都會送一支特別版的皮卡丘 這隻皮卡丘就是先學好 一般路上抓到沒有的飛翔招式 還有太天屬性 也會是飛行的屬性 雖然不知道遊戲裡面 飛行屬性是不是比較特殊 但能夠用預購先買到 我感覺應該會是大家比較喜歡的一個重點 最後補充一個 11月7號公告的消息 這隻寶可夢珠子 確定會在明年跟Pokémon GO來場連接活動 主要的獎勵是一隻叫做索才靈的寶可夢 它會有個別兩種不同的型態 寶箱型以及徒步型 活動資訊比較像是珠子會出現寶箱型 然後是我們可以捕捉的 只是徒步型在珠子裡面會亂跑 GO則是不會 當你抓到一隻徒步型 就會有一枚硬幣 如果你收集到1000顆給寶箱型的話 就會有一些事情發生 不過我想應該就是進化 早期皮卡丘一部GO 就有跟手機遊戲做過類似的活動 當時的寶可夢叫做梅路坦 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玩這種 小農進化的寶可夢 這次珠子跟GO的連接活動 雖然是很濃但整個概念其實是蠻好的 想玩大家都可以留意後續的消息 OK 今天影片就讓我們結束囉 有時候寶可夢這款遊戲 玩了一陣子都會發現 版本越到後面 有些功能會加強的不少 我自己就是很喜歡 這次開放世界的玩法 不用獨徒對遊戲的整個順暢度 會增加很多 不過不管是哪一代 被供閉的點 其實也都差不多 例如角色永遠沒有配音 介面進度也不大等 我相信如果你是每代都有追的人 多少都會知道寶可夢 都會有兩級的看法 但我有留意到 不管是哪個版本 有沒有被罵 銷量都還是賣得超好 這才是任念堂 喜歡這個IP的主因吧 感謝你把影片看到最後 離開前 不要忘記幫我點個讚 分享出去 或許你身邊的朋友 也是很想要買這些珠子 但不知道它有什麼樣的特色喔 我是SKY 我們下次見 各位掰掰 掰掰